这是萨贝宁台上最失控的一次 谁也没有想到 德高望重的李雪剑竟然会被小鲜肉当众质疑 2014年 李雪剑受邀参加开奖了 没想到一上场就被一位不知名小鲜肉当众质疑 并拿出自己的精力做比较 我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吴京脚底下一个死尸 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演到了第一个男一号 您猜我当时男一号拿多少钱 四千块钱 面对小鲜肉的质疑 李雪剑并没有生气 而是语重心长地劝告对方 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 可小鲜肉并不买账 并大言不惭地反问李雪剑 你又不缺钱 一句话把李雪剑所有的付出 全都抹杀了 听到这话的李雪剑再也坐不住了 当即回队小鲜肉 身为主持人的撒贝宁也立马变了脸色 要知道 当年拍摄《焦育录》时 李雪剑连喝了一个月的白菜汤 整个人饿到面黄肌瘦 只为更加贴合焦育录的形象 在拍摄《中国铁路》时 李雪剑被查出患上了鼻烟癌 为了不耽误拍摄进步 他一直坚持到拍摄结束才接受治疗 不仅如此 当初为了饰演好林彪一脚 李雪剑不仅在一个月内报受几十斤 甚至直接把头发剃光 反复琢磨林彪的走路姿势 最后因为演的太像 刘少奇夫人在看完话剧后 甚至拒绝和李雪剑握手 正是因为付出了努力 李雪剑才会走到如今的高度 众人只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 谁也不知道他背后的心酸 可小鲜肉不仅不反思自己 甚至还想要一夜成名 我跑了很多剧组 人间嫌我没名气 然后还是不用 看到这样的老戏骨被当众质疑 萨贝宁再也忍不住替李雪剑讨回公道 随后仅用一句话 就让小鲜肉哑口无言 你的梦想只有两个人 梦想 它是你的梦想不是别人的梦想 如果你天天自己怀揣着梦想 但是看着别人一夜成名 看着别人拿多少片头 你永远看不见你手里最宝贵的东西 梦想 你看一眼他吧 他是你的 其他的都是别人